王立军独史记之秦始皇是百家讲坛2008年度收视率最高的系列节目 在这个系列节目中王立军先生揭示了围绕秦始皇的众多谜团 获得了观众的热碰 但是草根学者成故独皮细境 研读出了一个不同的秦始皇形象 不同视角展示不同观点争鸣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真实秦始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立军一位精心研读史记40年的学者 他以严谨的秩序态度和儒雅的讲述风采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追捧 他从2006年开始初登百家讲坛 至今录取讲坛特别的秦始皇 主持人石穷林将与王立军教授草根学者成故 一起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迷 探寻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个性人生 不同视角展现 不同观点争鸣 进行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真实秦始皇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百家讲坛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来的是两位嘉宾 一位现场的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我们秦始皇系列的主讲人 来自河南大学的王立群教授王老师 欢迎您 旁边有一位跟我差不多的 非常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为什么请他来呢 因为他刚刚写完一部书叫真秦始皇 他就是草根学者 也是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同行 他叫成步 我们也欢迎成步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好非常欢迎两位 在这里王老师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祝贺您 因为我们知道秦始皇 我们刚刚讲完48集 在2008年度 秦始皇可以说创下了百家讲坛全年 收视率最高的成绩 所以说这个成绩 我想问问当时你有没有想到 没想到 没有想到 有没有分析过 为什么能够帮着百家讲坛 取得这么高的收视率 我想大概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放秦始皇的时候 可能那几天大家都特别没事 就在家里看电视 比如说大家闲的没事 对闲的没事 再可能就是也没有其他频道 特别好的节目要看 选来选去吧 就觉得老头讲值得看 所以就凑到一块就高了 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分析 是吧 对 好 这样 其实我们这个栏目方 也总结了一个原因 好 我们这里有一个题板 2008年度 秦始皇创下百家讲坛 收视率最高的成绩 原因有四点 第一点 王立群行 第二点 百家讲坛说王立群行 第三点 说王立群行的 百家讲坛行 第四点 王立群身体得行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王老师在讲秦始皇的系列当中 总结的人生要取得成功的四行 可以说这四行的这个道理 应该说是深入人心 那我们不妨在今天一开始 再回顾一下 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 要想放出点光彩 要想有点作为 必须要做到人生自行 第一 自己要行 第二 得有人说你行 你光自己行不行 一定要有人说你行 第三个行 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 第四条 身体的行 对秦始皇节目收入一个贡献 这四点分析 您说怎么样 对不对 你觉得哪一条不对 身体行恐怕还 我是外强中干 外强中干 看着身体还可以 实际上身体毕竟六十多了吧 身体还是和你们比 身体已经不行了 好的 我们言归正传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其实很简单 就是让两位来完成 我们的四个选项 那其实是单选题 A B C D 两位学者吧 就是各自认为哪个答案 有道理 你们就在你们自己的 这个题板上写一个字母 我们记得王老师在讲秦始皇的时候 第一集 我没想到您是从荆轲次行 开始讲的 我的理解 是不是说这个故事 也是我们理解秦始皇 所打开的一个比较好的渠道 是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题呢 就出出来了 我们该如何评价荆轲 有四个选项 A 荆轲是一个狭义英雄 B 荆轲是一个投机之徒 C 荆轲是一个鲁莽之徒 D 荆轲它是一个小混混 好 我们的四个选项已经出来了 两位嘉宾可以稍作思考 写在你们的题板上 选好了吗 选好了 来 亮一下你们的答案好吗 好 王老师的答案大家可能不意外 他选择的是A 他评价荆轲是一个狭义英雄 好 陈鲁先生选择的是B 一个小子我也把它画了 不是小混混是混混 这陈先生非常大胆的选择 大家先听谁的解释 王老师是吧 好 王老师您先说 您理解荆轲 他是一个狭义英雄 怎么讲 我是这样看的 这个在解读荆轲的时候 这个狭义英雄两个 我们风味两层来解释 先谈什么叫英雄 古人对英雄是这样做概念的 他说聪明秀出未至英 胆力过人未至雄 聪明秀出了是说这个人很有智慧 胆力过人 说这个人很勇敢 所以聪明秀出给胆力过人合起来了 是说这个人既有智慧又非常勇敢 智勇双全 这才叫英雄 所以他首先是这个大范畴里的人 对 他首先属于这么一个范畴 智勇双全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荆轲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再一个就是说侠义 因为荆轲刺秦他是受了燕国之托 燕国并不是他的祖国 他是魏国人 对 所以他这个刺秦的目的是想逼迫秦始皇 就当时的秦王嬴政归还 掠夺走的 侵略走的六国的土地 以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入不测之强秦 要完成这么一个重任 这其中的艰难险阻 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 都是难以预料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金克仲良能够去 我觉得他确实是有责任 有担当 有这种勇气 有担当 是舍小家为大家 有这么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有符合狭义这个标准 他既有狭义精神的一面 又符合英雄的标准 所以我认为他是个狭义英雄 您的这个评价倒是印证了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 有一句 风消消息溢水寒 壮世一去兮不复还 他用的是壮世这个词 好 旁边的成步先生 非常大胆 选择的是地 混混 给我们解读一下您的理由 学生我 这个观点跟王老师略有不同 这是大不同 我就说说我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认为金克是一个英雄呢 其实是来源于司马迁的文学创作 这个司马迁用三招 把金克这个混混变成了英雄 哪三招呢 第一招 就是以小事的窃 来显示他大事上的勇 实际里记得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金克跟人赌钱 那个赌徒呢 就骂了金克两句 金克掉了你就走 所以你看 你看这人挺单小 但是金克干大事的时候 到了秦国的殿堂上的时候 镇定自若 自若 跟他一块去的那个秦武阳 吓得腿都哆嗦 脸都变色了 但是金克谈笑风声 还帮着秦武阳演示 那么这么一看 金克是大知大用 我就说金克 他在刺杀秦始皇之前 不是一个名人 他只不过是周游列国的 这么一个无名之辈 那么他跟人赌钱 被那个赌徒骂了两句 这样的情节 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那么当时也没有录音录像 也不会有记者采访 从何而来 我认为呢 这是司马天的文学创作 您质疑他怎么会知道的 对 这个细节哪来的 这是第一招 这是司马天 第二招呢 就是以参与这件事的人 相继的慷慨赴死 来显示这件事的意 大意 正义 要不然从事这个事的 参与的事不会慷慨的赴死 那么其中也有个故事 就说秦国一个降将 叫范乌基 那么金克说 我去刺杀秦始皇 没有见面 我要这个范乌基的人头 范乌基一听 好 唰 把脑袋搁下来 给了这个金克 那么我也又质疑了 我说 这个燕太子弹 干的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一个秘密的事情里边 又是在燕国的宫廷里边 这个参与这种密谋的人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又有谁能说得起 这是我的第二个质疑 那么第三呢 司马天就用了这个 我们刚才说的 叫风霄霄西 玉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返 用这样的悲壮的送行 来删情 那么所有的读者 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感情的天平 毫无疑问都是倾向了金克 那么我又要问了 金克是去当刺客 这样大张其谱的送行 难道不怕 暴露了目标 好 如果我们认定 这三个情节 司马前的文学创作 我们把这个三个情节删掉 我们再来看金克 我就觉得是货关 为什么呢 你看没家没夜 到处游荡 这个也没有一击至长 那个 这个在这个豪门间 或者在市井上 这个混吃混喝 让今天来说 应该说是典型的混合 这样我们现场调查一下 赞同王老师的这个选项的举手 赞同王老师 居多 好 谢谢大家 赞同 陈步先生的选项的举手 还有一些 还可以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一比一比三的比例吧 陈步 我想你可能也很想有这个机会 来讨价一下王老师 王老师您对他的这个这个理解 有什么看法 刚才陈先生质疑 就说那个发文期的自杀 像这些东西 就是司马前的这个文学创作 这就涉及到了 画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 这个以往的这个历史学最骄傲的一点 就是认为他叙述的事情 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文学的是一种虚构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话 在西方的后现代的史学理论中间 他提出一种理论 他说这个历史事件出现以后 他也需要有一个叙述的过程 这个历史的叙述 跟文学的叙述是完全等同的 当然这个东西的评价问题 等会我们放到后面 还要详细的讲 但是我觉得陈先生的话 这种求真求实的这种精神 还是非常值得赞扬 战国后期 秦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都原胜于其他六国 秦王廷政所领导的同一六国的战争 已经势如破终 弱小的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血 就派荆轲前往秦朝宫殿 刺杀秦王廷政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 上演了一幕悲重的刺秦故事 但不管荆轲是王立群先生 解读的狭义英雄 还是草根学者成步认为的混混 荆轲都不可能阻止 秦王廷政统一六国的大事 那么王立群先生和草根学者成步 对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 又有着怎样的观点碰撞 那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秦始皇究竟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 我们也准备了四个选项 好 我们的观众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起来选一下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原因是 A 六国腐败接种难返 B 秦国变法图强 实力强大 C 秦国统一六国军事战略运用得当 D 秦始皇本人用人得当 好 这里又有四个选项 两位可以做一下你们的选择 好 两位嘉宾已经做出他们选择 王老师选择的是秦始皇用人得当 成步 统一六国靠的是军事战略得当 那这一轮我们先请年轻的人来先说吧 你先来吧 秦始皇统一中国中有很多让人不解的现象 比方说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在位56年发动了无数战争 基本上都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可 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只打了26年 而这26年呢 有两次被赵国打败 一次出兵20万被楚国打败 但是秦始皇却用26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六个诸和国 统一了中国 那么什么原因呢 我这带来一张图 好 今天有备而来 根据这个图给我们讲解是什么 这张图呢 就是从秦始皇元年一直到秦始皇15年 主要的军事行动的这个线路图 这些军事行动依次标明在这个地头上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走向 这个走向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绝妙的军事战略 那么它的出发点就是从 城稿行阳这个地方向东推进 推进到濮阳 那在推进过程中呢 路过韩国的都城郑 但是不打 再往东 路过魏国的大梁 也不打 一直到濮阳 这个军事行动 秦国一共花了11年的时间 那么这11年正好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这个军事行动 不容易 显示了秦始皇的秦国 他的实力很可能不如他的曾祖父秦昭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行动可能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11年当中 这个秦始皇 势之不移地在推行他 那么果然 我觉得这个军事行动有五大妙处 第一就是 秦军一刀 韩卫五段 就是把韩国和卫国切成了五段 那么一个国家一旦被切断 就很容易被风格消灭 那么第二呢 他挟持了这个韩王和卫王 使得秦军北渡黄河 去攻占韩国和卫国的 这个黄河一北的土地的时候呢 这个韩王和卫王不敢采取行动 那么第三呢 就是他充分利用了黄河 原来黄河是秦国 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 那么现在把黄河之害变成了黄河之力 有黄河的保护 秦军孤军深入 没有后顾之忧 那么当秦国的军队 北渡黄河攻占记忆 然后一直到形成这样一个态势之后 那么应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 已经没有悬念了 大事说句 成步先生 您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 从大的来讲 主要是军事战略 一步一步用得很巧妙 所以最后攻克了六国 这是您的理由 王老师您选择的是帝 秦始皇用人得当 王老师来给解释一下 为什么您觉得这一点理由比较重要 这四点 其实都是秦始皇最终兼兵六国成功的原因 A 他讲的是客观 其余的三项都是讲的主观 就是讲秦国 但是秦国讲的 他的变法图强也好 军事战略也好 所有这一切 我觉得都和人有关 如果这个人用错了 那么一切都会错 比如说灭楚 他开始 你再怎么军事战略得当 派这个理性 完了 到了就打败了 派了王俭就成了 所以我觉得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间 他非常关键的就是 他首先就是在这个方面 他忠实执行了 从犯局以来 已经定下了远交进攻的策略 第二的话 他是和大臣们在一块商量 他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首先灭韩 第三的就是他用了一些军制将领 你想王俭王奔父子 像青年将领李信 还有蒙氏 就是他用了一些将领 文臣非常得当 所以秦灭六国的话 它应当是一个综合性的作用在其他 不是哪一个单方面 但在所有这中间 我觉得最关键的 还是人的因素 其实这道题 我觉得您二位这个 其实是角度不一样 对 其实并不矛盾 两个人答案并不矛盾 王老师 更更提纲切领 他总能够找不到破绽的一个契合点 他不会把话说死 我觉得这咱得学习王老师 那就是教授学者 就是这样 讨真就不许是吧 虽然秦始皇 以弃吞山河之势 吞并六国 统一化架 建立了影响后世 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政治 成就了千古一帝的威力 但是在后世的评说中 秦始皇却总是被人关于 暴君的成为 那么在人们印象中 秦始皇的暴君的成为 为什么会这样根深蒂雾呢 但在人性的角度 王立群先生和曹根学者成故先生 对于秦始皇的个性 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分析呢 接下来我们的道题 秦始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看看从他个人的性格上来分析 好 我们又有四个选项 秦始皇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A 他是一个暴君 B 他是一个人君吗 C 他是一个偏执狂 D 秦始皇是一个性情中人 两位先别展示你们答案 我想问一下观众 大家 大家觉得哪个选项 你们认为比较的合适 好 来把话筒给这位女孩 秦始皇他一方面有他的缺点 一方面有他的优势 就比如说秦始皇修这个长城 他有的人说他是为了抵御心律 就是说给人民建立一个安定的家园 但是他修长城另一方面 就是说死了很多人 于是又出了这个孟江女库长城的惨剧 所以我觉得秦始皇这样的一个人 心情中人 就是既有好又坏的一面 谢谢你 还有观众要发言吗 是不同的选项吗 这个大姐 我是选第二个 第二个 人居 因为我觉得那个秦始皇 他那个有那么大的功劳 统一这个货币也好 统一了整个这个六国也好 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讲 做了许多那个好事 但是呢 也就是说 他也是就是杀了很多人 在那个建长城的时候 如果从孔子的那个角度来讲 最大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些人呢 他还是忍者为先吧 好 谢谢这位大姐 来孟江女根深蒂固 这两次都没有 好 您看 很有意思 这两个都是女性 两位女性都没有选择暴君 这样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的答案好不好 王老师选的是纯爷们 对 王老师对 成目选的是人君 跟刚才那位大姐选的一样 先听纯爷们怎么来的好吗 因为我觉得这里边的话 都有一些因素在秦正皇身上体现的 但是暴君呢 人君呢 他好像更偏重于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 对 去去评价 觉得从那个人性和那个人情的角度 来看秦正皇的话 我觉得他倒是真是一个纯爷们 你在秦正皇身上你可以看到有三股气 一股是鹰气 一股是豪气 第三股是霸气 这三个气您分别给解读一下 什么叫鹰气豪气 鹰气的就是英雄之气 豪气的就是豪杰之气 豪杰 豪杰之气 霸气的就是霸主之气 大气 就是霸 霸气 还不是大气 是霸主之气 对 霸主之气 他的霸主之气的突出表现在 他这个灭世六国 雄居天下 当时被灭的六国国君 完全没有他这种心理状态 所以 赢正应当是一个非常有霸气的人 另外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英雄 就我认为也他也是个英雄 不过他这个英雄呢 跟荆轲不一样 荆轲叫霞义英雄 他是顺应历史潮流 完成兼并六国任务 荆轲他不纯 这是纯爷们 对 他这个叫时事英雄 他是顺着这个时事完成的 因为历史给秦王嬴政提供的两个平台 一个就是战国末年 群雄革剧 必然最后要出现 有一国兼并其他国家的局面 再一个小平台 就是他做了秦国的国君 这两个舞台一结合 他就造就了这么一个时事英雄 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一个英雄 就是他身上有一股英气 豪杰之气的 在他身上表现的也很充足 秦皇我觉得他要是从 这个普通的人性的角度来看了 就不要把他看成什么人君的 暴君的 他就是一个纯爷们 非常爷们 是个大男人 大丈夫 这就是我对秦皇的一个看法 这个三个气一直贯穿他的始终吗 晚年就发生一些变化了 晚年应当说来话的 他的英气减弱了 你比如说秦皇早年的时候 他这个英雄之气非常强烈 晚年他特别是做了皇帝以后 他求长生 到处找仙药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这是我们看到的秦皇秦始皇 已经变从那个过气 比拟天下 雄是宇宙的这么一个英雄 变成了一个贪生 怕死的一个皇帝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英雄之气就短了 至少说没有那么强烈了 豪杰之气就完了 霸气在灭六国之前 他是霸主之气 到灭六国之后 他是霸道之气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秦皇26年 他歼命六国成功 28年他游湘江 游湘江 他那个船遇到风浪 然后他就问 这个湘水之神是谁 问完以后 秦皇嬴政 秦皇就大诺 下令把这个香山上 所有的树全部砍光 砍光以后还不解恨 要把整个的山 涂成那个褶石色 那个褶石那个色 就是当时囚徒穿的 那个衣服 那个颜色 他要把整个山涂成 那个样子 那无非又是一点风浪 所以这个时候 嬴政连这一点 自然界的风浪 他都不能容着 连香水之神 他都不放在眼里 何其霸道 以我看来是那个年代 科普没做好 他信神 信长生不老 这是不可能的 那时候要有科教频道 那秦始皇也不会这样 来 成步 说说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 人均 刚才跟那位大姐有点像 但是好像证据不一样 比如说 这个长城 孟江女这个事情 我觉得王老师在讲座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孟江女这个故事 跟秦始皇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吧 完全是后人栽赃陷害 那么 秦始皇 为什么说他是人均呢 我是 当然王老师说 那个存爷们我也很赞成 那个而且概括的非常劲道 比我这个要神态 我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暴君的 因为大家心目中 都认为秦始皇是暴君 尤其是文字 从汉代 刘山下的文字 都说他是暴君 我是针对他说的 为什么他是人均呢 你比如说 我们可以有一些例子 可能被大家忽略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 没有杀六国的这个王 王子 王孙 将军大臣 没有杀 但是刘邦和项羽 可是杀了秦始皇的后人 灭了秦始皇的三族 对不对 秦始皇26年的统一战争 没有一次屠城的记录 屠城在那个时代是很正常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项羽和刘邦可是经常屠城 再比如 秦始皇在位 37年 没有旺杀过一个将军大臣 可是汉武帝 宰相就杀过三个 帮助秦始皇打天下的这个将军 大臣 没有一个被杀的 至少没有史料记得 谁是谁被杀了 王简被杀了吗 蒙田被杀了 没有 刘邦 可是把开国工程杀了不少 如果说 这个刘邦不是报警 这个汉武帝不是报警 那秦始皇也不应该是报警 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刚才这个城部呢 说到这个秦始皇 他的有功之臣 包括他的臣子 包括这个六国的一些军臣 都没有屠杀 这个事确实是什么 秦始皇他没有杀功臣 这倒是真的 但是秦始皇也没有什么人均可言 他灭掉的六国的国军 我们举其中的一个例子 秦王田建他是投降了 投降了说给他一个条件 说给你一个五百里地的封军 然后他把它弄到五百里地的封军 在宫 在宫这个地方到那去或者弄到一个松树林里边去 不给他吃 不给他喝 把这个投降的秦王田建 给活活地给饿死了 所以在这个灭六国的过程中间 应当说了话了 六国的亡国之君 基本上都没有得到什么好的下场 其实古代的帝王啊 绝大多数帝王来说 都是报警 几乎没有什么人均可言 你看我们说的就是汉景帝 文景之子汉景帝 汉景帝是人均吗 汉景帝为了让那个 他那个儿子刘志当皇帝 最后就不得 不择手段的 把那个 他的皇长子刘荣 最后就给 处死了 你说像这样的 文景号称为人均 其实他们也是这样的 秦始皇虽然已经被历史的陈沙所掩埋 但是他短短的五十年人生 给后世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有人评价秦始皇是暴军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是人均 王立军先生更是站在人性的角度 读出了秦始皇的男人本色 可是令人疑惑的是 人们面对同样的历史文献 实际 为什么会读出不同的秦始皇呢 在汉军真实秦始皇的过程中 王立军先生和成步先生 对于实际的研究 拥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呢 好 我们来看第四道题 是什么题 我们应该如何读史记 A 全信 B 全不信 C 不全信 D 多个心眼 这四个答案有点意思 我们可以一起来选一选 先看看两位嘉宾的答案 来 展示一下 老老是选择不全信 这个成步选择的是 对历史要多个心眼 两位也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成步选择你选择的答案 是多个心眼 你首先解释一下 这个D和C它有什么不同 应该说大致差不多 是吧 都是不全信 因为有句话叫 精信书不如无数 其实书都是被作者的主观意志 在表达的 那么多个心眼呢 我就理解还 我自己的体会啊 就是说我们发现 这一段史料 比如说不可信 比如明显是文学创作 那么 不是把它删掉就完 我们应该总结概括一下 就是这个作者 他为什么要 这么做 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他采取了什么手法 我也很敬佩司马迁 我也认为司马迁 写史记 他是在努力地 记录历史 但是他里面有很多 也可能是不得已 做的手脚 比方说他有很多 扁击秦史皇的地方 就是我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凡是 这个秦史皇干的好事 司马迁如实记录下来了 后面一定有个小尾巴 把这个好事给你颠倒过来 让读者感觉到这是个坏事 比方说 李不韦 编转这个 《吕世春秋》 秦国马上发动战争了 战争之前 把能够收集到的文化资料 收集起来 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这个司马迁就用了三个字 叫修不如 就说李不韦为什么要编这个书啊 因为心里 他心里觉得 不如那些战国四君子 所以他跟他争口气 这就是这三个字 在读者的心目中 这个《吕世春秋》这个书 编这个书 就变成面子工程 是吧 就觉得你看 他为了给自己争面子 可是这个修不如 属于新的一条件 那一般来说 历史书中不应该有这种东西 从这意义上讲呢 就是说 我们不能全信 但是我们还得要总结概括一下 王老师这个程部讲的 这个读史记的 这种存疑这种态度 您觉得是合不合理 还是有它合理的地方 有它合理的部分 但是的话 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读秦汉史 最可靠的也就是史记了 所以史记的 还是要作为基本史料 它还是一个历史的依据 是一个信史 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当然历史的这个记录的过程 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说完全去还原 其实不大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把历史分四个阶段来解读 第一个阶段就是历史事件 这个历史事件的特点 第一是真实 第二是不可复制 第二阶段就是历史的记录 这个历史的记录 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有的全信 全部信 不全信 多个心眼 都和这个历史的记录有关系 因为这个历史记录 是人记录的 人在记录的时候 他会有筛选 有选择 这个选择包括他的信念 他的价值判断 还有他的逻辑推理 他的个人的好恶 甚至于包括感情因素 都在里边 这中间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需要补充 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想象 这个合理的想象 是存在的 那么有了书写的历史以后 就到了第三个阶段 历史的书写 这书写的历史 跟历史的书写不一样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第三个阶段 有一个人为的放大 神话的一个过程 其实不变的是历史 变化最大的也是历史 你比如说一个孔子 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就是春秋时期 一个郁郁不得志的 一个理想主义者 就这么一个人 但后来呢 经过这个一书写 记得个历史 他变成个至圣先师了 后来呢 历史的书写又变了 孔子变成个四体不情 无骨不分的一个一个坏家伙了 几乎等于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了 到了今天 这孔子又不得了了 和谐社会的构建者了 甚至于说他是丧家犬了 一个孔子 你看变了多少遍 第四阶段 结束的历史 最后到读者 读者拿起来书一看 丧家犬 再一看 和谐社会的构建者 这读者看起来以后 他还有自己的不同的理解 所以一个历史事件 或者说一个历史人物 他一般都要经过这四个阶段 这每一个层面都在不断地复制 不断地创造 你看我在讲秦正皇 我讲了几集 就是后人对秦正皇的评价 那个评价就不断地在演变 所以我们只能是在部分的去还原历史的 所以其实秦始皇这个人 后人还是会去议论 会去评论 也许跟我们又不一样 其实今天把两位嘉宾请到我们现场 其实两位立场是一样的 就是去还原我们所误解的 曾经的秦始皇 只不过两位角度是不同 所以最后想请两位嘉宾 用一句话来说一说 你们心目当中的真秦始皇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重步先开始吧 用一句话 我赞成王老师的评价 真爷们 纯爷们 纯爷们 王老师 我还是那个评价 秦始皇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 好的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聊到这 感谢两位嘉宾 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剧的观众朋友们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南北朝时期 各王朝频频更换 南朝的宋旗梁臣 加起来也就一百多年 北朝在五湖十六国混战之后 鲜卑族统一了黄河流域 史称北威 但是三字经中 为什么把北威称为北元威呢 这个元字包含了一个 什么重要的历史世界呢 而北朝的几个王国 是否也都是短命的呢 请继续关注 复旧《复旧大学教授前文中》 解读三字经 第二十九集 《复旧大学教授前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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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